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出中南海猛料 称习近平迫于中共老人集团的压力 被迫将权力移交给李克强 当我看到这个消息并未在意 毕竟当今中国因习近平道行逆施 已添怒人怨 恨他的人很多 编造些消息也很正常 但没想 这个消息居然广为流传 还有网友多方求证 证明习下里上传言属实 该网友说 近期 意向迭出 略举数例 一 俄乌战争以来 习近平的中国 一直不承认俄亲乌的事实 前几天 中国媒体突然刊载新华社 访问乌克兰外交部长稿 多次显示俄亲乌之语 这是个非常大的转变 如果还是习做主 绝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 二 据国内认识反映 过去媒体报道 都以席置顶 近来变了 三 国内战狼明显地主动向美国示好 四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 决定率团访问台湾 突然说检测新官阳性 不去了 隔几天却去了乌克兰 五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原定于周四要演讲对中国的政策 突然不讲了 说染上了新冠病毒 六 原来说好 美国军售给台湾的先进榴弹炮 突然搁置了 转给了乌克兰 有一网友称 近日收到一北京朋友的密信 全文如下 中国四十多年的改换一把手 都是由元老院运作拍板 如华 胡 照的下台 以及后来调上海江泽民来北京任总书 都是元老院开会决定 本来要稍晚临近二十大时再决定 但美国国会4月27日将习的名字写进轴心法案 压倒性通过 则令美国务院每30天向国会报告 习支持普京侵略乌克兰所有证据 并向全世界公布 根据法案规定 将冻结并没收中国在美的所有国债 黄金 房产 官员存款以及企业在美国的投资等 共30多万亿财产 所有官员及子女财产 面临充公 所以 元老院决定提前让习下台 中共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不是开了5月2日一天 而开了两天 4日又开了一天 开会第一天没有讨价还价出结果 于是38军两个机动师进京 27军90进入上海 4日的会议上习同意有条件的退休 李克强回归 这是顺理成章的事 本来 胡 温主政的时候 早已确定胡到期退下后 由李接班 这几乎是近人皆知的事 但将 曾贪腐集团为了维护并扩大既得利益 认为习忠诚老是 可以达到自己目的 于是横插一杠 硬将习塞进政治局常委 替代李克强接班人的地位 胡 温士丹利伯 只能忍气吞声 李克强十年转了一个大圈子 现在回归原位了 现在 我不得不认真对待这个传闻了 它是真的吗 胡平先生近日写了一篇文章 习近平能赢得第三任吗 也是谈习近平的上下问题 我们先听听胡平先生说了些什么 胡平说 中共将于今年秋天举行二十大 二十大的最大看点就是 习近平能不能赢得第三任 现在我们得到的相关信息可分两大类 彼此针锋相对 一类信息说的是 习近平在体制内外 包括在党内高层 遭遇到越来越多的反对 十年前 中共召开十八大 习近平就任总书记 原人民日报副总编 上海的周瑞金 在炎黄春秋上发表了一篇题为 从历史视角看十八大的文章 文章说 十八大最大的热点 亮点 关注点是中国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周瑞金把中共建政以来分为四个时代 伟人政治时代 强人政治时代 后强人政治时代和常人政治时代 毛泽东时代是领袖终身制的伟人政治时代 邓小平时代是双方制约的强人政治时代 江泽民时代和胡锦涛时代 是老人制约的后强人政治时代 十八大则开启了习近平的常人政治时代 周瑞金认为 常人政治时代有两大特点 一党的最高领导人 政治局常委 政治局成员不是哪个人指定 或有哪个人是安排小组安排出来的 而是通过党内高层 一定引主程序推选出来 并经过反复协商产生的 二集体领导体制 民主工作作风 依法依规办事 将搞得更好 以后的事实证明 周瑞金对习近平的常人政治时代的推断 是完全错误的 可以想见 那些当年推举习近平 越过李克强登上总书记宝座的党内精英 包括那些元老 事后对习近平该是何等的失望 何等的懊悔 何等的反感 习近平上台以来 以反腐败的名义 大力清除一己 又杜贤技能 任人为亲 在党内制造了大量的敌人 在经济上 习近平倒行逆施 粗暴地打压民营企业 和民营企业家 严重地挫伤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活力 更不用说 他对民间社会的打压 对异议人士 人权人士 自由派知识分子 和维权律师的打压 我们有理由推断 习近平确实遭到了 来自社会各个方面的越来越多的反对 他的权力遭到严峻的挑战 然而与此同时 我们又看到另一类信息 按照这一类信息 习近平大权在握 坚如磐石 二十大连任毫无悬念 仅举一例 在不久前举行的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代表会议上 习近平全票当选二十大代表 这个结果一点也不出人意外 因为此前召开的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会议 在谈到二十大代表选举时 就明确写道 要永远拥戴核心 捍卫核心 追随核心 早些日子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 在党的二十大代表选举中 进一步提高党内民主质量和实效 文章明确指出 对二十大代表的要求就是 坚持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 在思想上 政治上行动上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保持高度一致 这就是说 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明文规定 只有拥护习近平的人才有资格当二十大代表 按照这套规定 二十大还用开吗 总书记还用选吗 按照这套规定 习近平在二十大连任总书记 不是早就铁板钉钉 毫无悬念了吗 很多人有个错觉 他们总以为 习近平能不能赢得第三任 取决于他是否得到多数民众 起码是多数党员 起码是多数党内精英的拥护 如果大多数党内精英支持习近平 习近平就能顺利连任 如果大多数党内精英不支持习近平 习近平就不能连任 好像一个共产党专制制度的领导人 其生辰起伏也和民主国家一样 是要遵循民意 起码是要遵循党义的 殊不知中共的体制本来就是一个专制的体制 就是一个独裁的体制 而习近平上台又强化了这种体制 在这种体制下 领导人无需忽多数民意 或多数党裔的支持 也能高居全力宝座 像斯大林的晚年 毛泽东的晚年 甚至在党内高层都众叛亲离了 自己真的成孤家寡人了 但只要还有一口气活着 他们就依然可以维持 他们说一不二的独裁地位 现在的局面是 一方面 确实存在着强大的反对习近平的力量 但另一方面 这种反习的力量 由于不能互通生气 互相会合 从而形成一种可见的 现实的力量 因此还处于潜伏状态 由于现行的体制 给表达意义留下的空间极其狭小 如果反习派谨守习近平定下的那套规定 不敢越雷迟一步 那么 他们的失败几乎是命中注定的 结论很简单 反习派只有突破独裁体制 强加给他们的束缚 只有采取非常行动 才有取胜的可能 以上是胡平先生文章的主要内容 胡先生的观点很明确 目前 中共党内的确存在反习势力 但被习死死盯着 只能火烧乌龟肚里疼 中共老人集团 别说政变 就是三个人聚个会都难 唯一可能出现的变局 就是军人发动政变 但中国还有这样顶天立地的男儿吗 您 Tanner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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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认 您好